陳姓夫人接到詐騙集團電話 跑到銀行櫃台 一口氣領了600萬元 六疊現金擺在櫃台上 因為數量實在太多 夫人的隨身包包一次裝不下 他還跟銀行人員 要了一個紙袋子來分裝 他會罵你會 罵你會神經病 你會跟他講他會罵神經病 大人共有在那邊相信 夫人的舉動引起行員注意 他們提醒夫人小心被騙 沒想到夫人還照著詐騙集團 教他的說辭 說是要用來買房子 詐騙集團一開始 謊稱夫人基線4萬多塊電話費 夫人沒有上當 詐騙集團不死心 又假冒法官 說他涉及洗錢販毒 必須繳納600萬現金當保證金 否則要凍結他的帳戶 並且收押 夫人怕存款被凍結 趕緊先領出來 後來他越想越不對 決定報警 他早上8點多到12點多 一直被詐騙集團跟他 講這個電話 然後他就 不以為詐騙集團 要將他的現金全部凍結 夫人到了派出所 才知道自己差點上當 不斷向遠景道謝 而遠景也陪夫人回到銀行 把錢再存回戶頭 保住了他一生的積蓄 這有神孟輝彰化報導 到